佛陀的启示 第六章 无我论 一般用到灵魂 自我 各我 或梵文理的 神我 这些字眼的时候 他们所提示的意义是 在人生中有一恒常不变 更古长存的绝对实体 这实体就是那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背后不变的实质 照某些宗教说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别的灵魂 这灵魂是上帝所创造的 人死后 他即永久地生活在地狱或天堂里 而他的命运则完全取决于他的创造主的裁判 依另一些宗教的说法 这灵魂可以历经多生 直到完全净化 最后乃与上帝或犯天或神我合一 因为当初他就是从这里面流出来的 这个人身中的灵魂或自我是思想者 感受者 一切善恶行为所得讲成的灵纳者 这种的观念叫做我见 在人类的思想史中 佛教是独一无二不承认这灵魂 自我或神我的存在者 根据佛的教界 我见是虚妄的邪信 与真实绝不相谋 他只能产生 我 我的 之类有害的思想 自私的欲望 贪求 执着 憎恨 称慧 供高 我慢 自立主义 以及其他染污不进法等种种问题 他是世间一切纷扰的泉源 从个人间的冲突 以至国与国间的战争 莫不以此为根由 简言之 世间一切邪恶不善法 无一不可溯源到这一邪见 人的心理上 有两种根深蒂固的意念 自卫与自存 为了自卫 人类创造了上帝 靠上帝得到保护 安全与医护 就像小孩依赖父母一样 为了自存 人类想出了灵魂 神我 不灭的主义 必得更古长存 由于他的愚昧 懦弱 恐惧与贪婪 人类需要这两件东西来安慰自己 因此 他紧紧地 狂热地抓住他们 佛的教诫不但不助长这愚昧 怯懦 恐惧与贪欲 反从釜底抽薪将这些 列根性 连根删除 以使人类得到正觉为目的 根据佛教 上帝与灵魂的概念 是虚妄不实的 虽然神学是一项高度发展的理论 他们仍然只是极精微的虔诚心影 不过穿上了深奥难懂的形上学以及哲学名词的外衣而已 这些意念之根深蒂固而为人类所亲所爱 使得人类不愿听闻 更不愿了解任何与之相违反的教诫 佛对这点甚未熟知 事实上 他曾说过 他的教诫是反潮流的 是违反人类自私的预念的 在他正正觉才四个星期的时候 他坐在一棵榕树底下 如是自私 我已正入真理 此理尖深 难见难解 为智者能知之 为强烈的欲望所征服 而为黑暗所包围的人 不能见此真理 这真理是反潮流的 崇高 深奥 唯妙 难知 他心里这样想着 佛曾一度犹豫 如将他所正真理 解释与世人之息 是否将徒劳无功 然后他将世间比作一座莲池 在莲池中 有些莲花还淹没在水底 有些已涨到水面 有些则已透出水面 而不为水所沾如 同样的 在这世间也有各种根器不同的人 有些人会了解这真理的 佛这才决定说法 无我论 或称灵魂非友论 是缘起论的推论 也是分析五蜜所得到的自然结果 在前文讨论第一圣地 苦地 的时候 已说明所谓众生或个人是由五蜜 纵合而成 将五蜜 并以分析审查 找不到在他们幕后 另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我 神我或自我的常驻不变的实质 这是分析法 但用合成法的缘起论 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根据缘起论 世间没有一件事物是绝对的 每一件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 由条件构成的 相对的 互为依存的 这就是佛教的相对论 在正式讨论无我的问题之前 对于缘起论应有一个简明的概念 这一项教义可用四句简短的公式来代表它 此有故比有 此生故比生 此无故比无 此灭故比灭 在这缘起 相对 互存的原则下 整个生命的存在 持续 以气即灭 都在一条叫做缘起法则的公式里解式的十分周详 这法则共分十二部分 一 因为无知 乃有种种意志的活动而成业 无明原形 二 因为有种种意志的活动 乃有知觉的生起 行原事 三 因为有知觉 乃有精神与肉体的现象产生 是原明色 四 因为有了精神与肉体的现象发生 乃有六根的形成 明色 原六入 五 因为有六根 乃有感官与心灵对外境的接触 六入原处 六 因为有感官与心灵对外境的接触 乃生其种种感受 处原受 七 因为有种种感受 乃生其种种贪欲 可爱 受原爱 八 因为有种种贪爱 乃产生直取不舍 爱缘取 九 因为有直取不舍 乃有存在 取缘有 十 因为有存在 乃有生命 有缘生 十一 因为有生命 乃有 十二 败坏 死亡 哀伤 痛苦等 生缘老病死 悠悲苦恼 生命便像这样生起 存在 持续 假使我们将这公式的顺序倒过来 变得出如下的原灭的逆定理 灭 因为意志活动止息 知觉也同时止息 行灭则是灭 乃至因为生命的止息而一切败坏 死亡 哀伤等等一因俱灭 于此应该明白熟知的是 这缘起法则的每一部分 一方面是由众多条件 缘 合合而生 缘生的 另一方面又同时构成其他部分生起的条件 缘起的 因此 他们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相对的 互为依存的 互相连结的 没有一世一物是绝对独立的 所以 佛教不接受罪出因 这在前文已讲过 缘起法则是一个首尾相接的环 而不是一条直线的链子 自由意志的问题 在西方的思想界与哲学界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根据缘起法 这问题在佛教哲学中是不存在的 也是不能生起的 既然整个的存在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因缘合合的 互为依存的 我们何能单独自由 意志与其他思想一样是原生的 所谓 自由 其本身就是相对的 原生的 无论是肉体或精神方面 没有一件事物是绝对自由的 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 互为依存的 自由意志的含义 是一个与任何条件及因果效应 无关的意志 但是整个生存界都是有条件的 原成的 相对的 受因果律支配的 在这里面 如何可能产生一个意志 或任何一样事物 与条件及因果无关 此处所谓自由意志的观念 基本上人与上帝 灵魂 正义 讲成等观念相连结 不但所谓自由意志并不自由 甚至自由意志 这一观念都不是无条件的 根据原起法则 也根据众生为五蕴和合而成的 这一分析 在人身内或身外 有一常住不变的实质 名为神我 我 灵魂 自我 各我 这一观念 只能被认为是一种邪性 一种心造的影像 这就是佛教的无我论或称灵魂非有论 为了避免混淆 于此必须申明 真理有两种 世俗的真理 俗底 与最高的真理 圣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用我 你 众生 个人等名词的时候 不能因为十五我及众生等而将上相名词 只视为妄语 这些名词在世俗共认的意义来说 也是真实的 但是 最高的真理 却是实际上 并无我与众生 在 大圣庄严经论 里就说 当之 普特切罗 知是假名安利 一世俗说 有所谓众生 并无实意 南北传各宗派的共同特色 就是否定有不灭的神我 因此 就没有理由 假定在这一点上 完全一致的佛教传统 已经与佛的原始教界有了偏差 因此 最近有少数学者 竟然违反佛教精神 妄图将 我 这个观念 私自输入到佛的教义之中 实在是奇怪之极 这些学者对于佛及其教义 被及尊崇 养佛教如泰山北斗 但是他们无法想象 如佛这般头脑清晰 思虑精深的思想家 竟能将他们所热切需要的神我 自我予以否认 他们下意识地寻求佛陀的支应 以满足他们对永生的需要 当然不是个人的小我 而是大我 的永生 所幸坦白地相信有神我 自我 甚至明白只摘佛 不承认有神我自我为错误 都无所谓 可是硬要将佛从来不曾接受过的 的一种观念注入于佛教之中 那就不成了 这种观念在现存的原始佛典中 就我们所见是不为佛所接受的 相信有上帝与灵魂的宗教 并不以这两种观念为秘密 相反的 他们还经常不断地反复宣扬 他们极尽便才吹雷之能是 如果佛曾经接受这两种在一切宗教 中极为重要的观念 他一定会公开宣布 如同他谈论其他事物一样 而不会将他们密藏起来 以留待他原集二千五百年后的人来发现 可是人们一想到佛教的无我 会将他们幻想的我 毁灭神经就紧张了起来 佛对这一点并不是不知道 有一个比丘有一次问佛 世尊 是否有人因为发现身内无有常住时性而遭受痛苦折磨呢 有的 比丘 佛答道 有人支持这种见解宇宙就是神我 我死后即将与之合一 常住不便 亘古永存 我将这样的存在 以弃永远 当他听到如来及其弟子所洪传的教义 目的在摧毁一切意见 戏论消灭可爱 达到无浊 即灭灭磐石 那人自存 我要被消灭了 我要被毁掉了 我将不再存在 于是他就哀伤 忧虑 焦急不安 垂胸痛哭而精神恍惚 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 比丘 因为身内找不到常住实体而为痛苦所折磨的人是有的 在别的经理 佛也说过 比丘们啊 这个没有我也没有我所的意念 对于无事的凡夫是害人的 想在佛教中找出一个我来的人 是这样辩论的 诚然 佛将众生分析为色受想形式 并说这五者中没有一样是我 但是他并没有说除了五蕴之外 人身内或其他地方就完全没有我了 这种立论有两种站不住的理由 第一根据佛说 众生仅由五蕴和合而成 除此之外再无别物 没有一部经中 佛曾说众生身中除了五蕴上有他物 第二 佛曾在不止一部经中 毫不含糊地断然否认人身中或身外 或在宇宙中之任何一处有神我 灵魂 自我 各我的存在 今是举例以明知 在八立文 法句经中 有三首记及观重要而为佛教之经义 这三首记就是第二十章的第五 六 七等三记 或全经中的第二七七 二七八 二七九等三记 第一 第二两记中有道 一切有为的事物 都是无常的 诸行无常 以及 一切有为的事物 都是苦的 诸行皆苦 第三记却道 一切法都是没有 我的 诸法无我 这里请特别注意 在第一 二记中所使用的是 有为的事物 行 一词 但在第三记中则改用 法 字了 为什么第三记不也判一 二记一样地用 行 有为的事物 而要用 法 字呢 整个的关键就在这里 原来 行的意思 就是五蕴 与一切缘起 一寸 相对的事物 精神的和肉体的都在内 假如第三记也说 一切行 有为的事物 都是没有我的 那么有人也许会想 虽然有为的事物中无我 但在有为的事物之外 五蕴之外 也许人有一个我 法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误会 所以第三记中采用了 法 字 法 字的意义比 行 字要广大得多 在佛教中 没有一个术语的含义 比法 字更广的了 它不仅包括有为的事物 也包括了无为的绝对性 与涅槃 是出世间 善恶 有为无为 相对绝对 没有一样事物 不包括在这一个 法 字中 因此 根据此一生意 诸法无我 很显然的是说 不仅五蕴之中无我 在五蕴之外 或离开五蕴 无论在人 不特切罗 或法中 都没有我 大圣佛教的态度 亦复如是 在这点上 与上座不一般无二 不仅强调法无我 也强调人无我 在 中部 中的 阿勒葛度帕马经 里 佛向弟子们说 比丘们啊 你们可以接受灵魂时有论 只要接受了这一理论 一切忧悲苦恼便不再生起 但是 比丘们啊 你们见到过这样的灵魂时有论吗 接受了他就可以使忧悲苦恼不再生起吗 当然没有罗 世尊 好极了 比丘们 比丘们啊 我也从未见过有这样的灵魂时有论 接受了他忧悲苦恼便不再生起 如果曾经有过为佛所接受的灵魂时有论 有我论 他一定会在上节经文里予以阐释 因为他曾要比丘们接受不会产生痛苦的灵魂时有论 但在佛的看法 这样的灵魂时有论是没有的 任何的灵魂时有论 无论他是如何高深为妙 都是虚妄幻想 突然制造各种问题 随之产生一连串的忧悲 苦恼 灾难 困扰等等 在同一经中 佛接下去又说 比丘们啊 我以及与我有关的任何事物 我所 既然确确实实是不可得的 所谓宇宙就是神我 灵魂 我死后就成为神我 常住不便 亘古长存 我将如是存在已弃永远的意见 岂不是实实足足的愚痴吗 这里 佛清清楚楚的说出神我 灵魂 我实际上是不可得的 相信有这么一件东西 乃是在愚蠢不过的事 想在佛教中找我的人 也举出若干例子 这些例子 先是他们把它翻译错了 之后又加以曲解 一个有名的例子 就是 法句经 第十二章第四节 也就是第一六灵纪 他将原文的 阿塔 西 阿塔诺 勒阿陀 人当自作医护 先译成 我 是我的主宰 然后又将记文解释为大 我 是小我的主宰 先说 这翻译根本不正确 此地的 阿塔 并不是含有灵魂意义的 我 在八例文中 阿塔 一字除了在少数情形下 特指哲学里的灵魂石油论 有我论 如前文所见者外 通常均用违反身或不定代名词 在 法句经 第十二章这句 记文里 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他就是用反身或不定代名词 其意义是我自己 你自己 他自己 某人 某人自己等 其次 巴利文 那阿陀 的意义 并不是主宰 而是医护 支援 救助 保护 因此 阿塔 西 阿塔 诺 那阿陀 真正意义 是 人当自作医护 或 人当自助 支援自己 这话与任何形而上的灵魂 或 我 都不相干 它的意义很简单 只是 人应当依靠自己 不可依赖他人 如此而已 另一个想将 我的观念注入到佛教中的例子 就是 大波涅槃经 中被断章取义的名句 这句子原文的字意是 以你自己作为你的岛屿而安住 以你自己作为你的医护 而不以任何其他的人作为你的归异处 那些想在佛教中见到 我 的人 却将其中两个单字曲解为 以 我 为明灯 以 我 为灰衣 我们将无法了解佛给阿难这项告诫的全部意义及其重要性 除非我们将这些话的背景与上下文加以考虑 佛纳什正住在一处叫做竹方义的村子里 离他的原籍 波涅槃 刚好三个月 当时他年以八时 正患重病 濒临死亡 但他认为如果不像那些他所深爱而亲近的弟子们宣布这一恶号 聚而死去 是不当的 因此 他鼓起勇气 决心忍受一切痛苦 克服他的疾病而复原了 但是他的健康仍然很差 他病愈之后 有一天坐在户外一处浓印之下 他最钟情的侍者阿难 来到他所爱的师尊身边坐了下来 就说 世尊 我曾照顾世尊的健康 我曾为世尊世纪 但是一看到世尊生病 我就觉得天昏地暗 神智不清了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安慰 我自私世尊在没有留下有关僧团的教诲之前 是不会事事的 于是 佛充满了慈悲与人情 很温和地对他的忠心而深爱的侍者说 阿难啊 僧团对我还有什么气球呢 我已将法 真理 或显或隐 无分别地通通交给了你们 关于真理 如来掌中并无隐秘 当然咯 阿难 如果有人认为他应当领导僧团 僧团应当依靠他 他自应留下一教 可是如来并没有这种念头 那么 他为什么要为僧团留下一命呢 我现在已经年老 阿难啊 都八十岁了 用旧了的车子 需靠修理方能继续使用 同样的 在我看来 如来的色身 也只有靠修理才能继续活下去 因此 阿难啊 应当以你们自己为岛屿而安住 以你们自己而不以任何他人作为你们的皈依 以法为你们的岛屿 以法为你们的皈依 不以任何他物为你们的皈依处 佛像阿难说这些话的意象 事实分明显的 阿难本来非常忧郁 他认为他们大失死了 他们将全部变成孤单 无缘 无所医护 所以佛给他安慰 勇气与自信 告诉他们应该依靠自己 依靠他所传授的法 而不依靠任何他人或物 在这里提出一个形而上的神我 自我的问题 实在是太离谱了 接着 佛还向阿难解释一个人应如何成为自己的岛屿或医护 一个人应如何以法为自己的岛屿和医护 要养成念念分明 对自己的色深 感觉 心亡 心锁的一切动态 时时刻刻无不了然动罩 四面处 在此 佛也完全没有谈到神我或自我 另外 还有一段想在佛教中寻觅神我的人所常常引用的资料 有一次 佛从波罗奈到幽楼平罗去 在途中一座树林里的一棵树下安坐 那天 有三十个朋友 都是年轻的王子们 带着他们年轻的妻子 在这树林里野餐 有一个未婚的王子 带了一名妓女同来 当其他的人正在寻欢的时候 这妓女偷了些贵重的物品逃走了 王子们就在森林中找她 他们看见佛坐在树下 就问佛有没有见到一个女人 佛就问他们为了什么事儿 他们说明原委之后 佛就问他们 年轻人啊 你们意下如何 寻找一个女人呢 还是寻找你们自己 那一样对你们更有利啊 这又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问题 应要牵强附会的将行上的神我 自我等意念扯这门子官司里来 实在是说不通的 王子们答称还是寻找自己为妙 佛于是叫他们坐下 并为他们说法 在有案可查的原文经典里 佛对他们所说法中 没有一个字涉及神我 关于犹方者婆接种 问佛是否有神我 佛间口不达一事 已有人写了许多文章 故事是这样的 婆接种来到佛处 问道 可敬的乔达摩啊 神我是有的吗 佛间口不达 那么可敬的乔达摩 神我是没有的吗 佛还是监口不达 婆接种就站起来走了 这犹方者走后 阿难问佛为什么不回答 婆接种的问题 佛解释自己的立场说 阿难 犹方者婆接种问我 有我吗 如果我答 有的 那么阿难 我就与持常见的梵志出家人 站在一边了 同时 阿难 由方者问我 没有我吗 如果我答 没有 那我就跟持断见的梵志出家人 站在一边了 再说 阿难 婆接种问我 有我吗 如果我答 有的 这答案于我所知 一切法无我 符合吗 当然不符罗 世尊 还有 阿难 由方者问我 没有我吗 如果我答 没有 那僵尸的本来已经糊里糊涂的婆接种越脚越糊涂了 他就会这样想 以前我倒还有一个神我 我 而今却没有了 佛陀为什么保持坚默 现在该很明白了 但如我们将全部背景 和佛对付问题及问话人的态度 也考虑在内 就会更加明白 可惜这种态度完全为讨论这问题的人所忽略了 佛并不是一座计算机 不管什么人问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会不加思索的答复 他是一位很踏实的导师 充满了慈悲与智慧 他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才智知识而答问 而是为了要帮助问话人走上正觉的道路 他和人讲话时 时刻不忘对方的水准 倾向 根气 性格以及了解某一问题的能力 根据佛说 对付问题有四种方式 一 某些问题必须直截了当的回答 二 某些问题需以分析的方法解答 三 另有一些问题需以反问为答复 四 最后 有一类问题需予以搁置 搁置一个问题有许多方法 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出这问题是不可解答的 有好几次同意的佛接种来问佛世界是否有偿的时候 佛就是这样告诉他的 他对姬舍子以及其他的人 也是这样答复的 但是对于有无神我的问题 他可不能同样的答复 因为他一直都在讨论与解释这问题 他不能说有我 因为他与他所知的一切法无我相违背 而他也不能说没有我 因为这将毫无必要 毫无意义地增加佛接种的困扰 佛接种早就承认他本来已经为一则类似的问题所困惑 他尚未到能了解 无我的地步 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形之下 保持坚默将问题致之不答 就是最明智之举 尤其不可忘怀的事 佛认识佛接种已有多识 这位好问的犹方者来访问佛陀 这也并不是第一次 至非双运的导师 曾为这困惑的求法人煞费心机 并对他表示深切的关怀 在巴黎文元典中 多处都提到这位尤方者佛接种 他常常去见佛陀以及佛弟子们 三番两次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题 显然为了这些问题而十分烦闷 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佛的肩默 对佛接种的影响 似乎要比任何雄便滔滔的答案为大 有些人以为 我就是一般所谓的心或知觉 是 但是佛说 与其任心思想 义或知觉 是 为我 无宁认色身为我 反倒好一点 因为色身比心是似乎较为坚实 心 意 是日夜千流 远比色身的变化为素 造成 我的观念 是一种模模糊糊的 我存在 的感觉 这 我的观念 并没有可以与之相应的实体 但能见到这一点 就是正入涅槃 这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在 相应部 中 有一段插摩加比丘 与一群比丘 谈论这一问题的绘画 深能发人猛声 这群比丘 问插摩加 他在五蕴中 是否见到有 我 或任何与 我 有关的事物 我所 插摩加回说 没有 于是 那群比丘们就说 假如这样 他应当已经是一位 离尘 绝构的阿罗汉了 可是 插摩加自成 虽然他在五蕴中求 我 与 我所 不可得 但是我上不是一位 离尘 绝构的阿罗汉 同修们啊 关于五曲蕴 我有一种 我存在 的感觉 但我并不能寥寥分明的见到 这就是我存在 接下去 插摩加解释 他所称为 我存在 的东西 是非色 非兽 非想 非行 非事 亦非在五蕴之外的任何一物 但他对五蕴有一种 我存在 的感觉 却无法寥寥分明的见到 这就是 我存在 他说那就像是一朵花的香气 既不是花瓣香 也不是颜色香 也不是花粉香 而是花的香 插摩加进一步解释说 甚至已正出阶圣果的人 仍然保有 我存在 的感觉 但是后来他向前进步的时候 这种 我存在 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 就像一件新喜的衣服上的化学药品气味 在箱子里放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消失一样 这段议论对那群比丘们的作用之大 启发力之强 根据原点记在 他们所有的人 包括插摩加自己在内 在议论完结之时 都成了离成绝构的阿罗汉 终于将 我存在 铲除了 根据佛的教诲 支持 无我的见解 断见 与支持 有我的见解 常见 是同样错误的 因为两者都是桎固 两者都是从 我存在 的望见生起的 对于无我问题的正确立场 是不要执着任何意见或见地 因客观底 如实底去观察一切事物 不加以心意的造作 观察这所谓 我 和 众生 只是精神与肉体的纵合 在因果律的限制下 互为一存 刹那流变 在整个生存界内 绝无一物是恒常不变 更古长新的 当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神我 自我 受业报的又是谁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佛本身 更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有一个比丘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佛说 我已经教过你了 比丘们啊 要在一切处 一切事 一切物中见缘起 佛所教的 无我论 灵魂非有论或自我非有论 不应被视为消极的或断灭的 和涅槃一样 它是真理 实相 而实相绝不能是消极的 倒是妄性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虚幻的我 才是消极的呢 无我的教诲 排除了妄性的非暗 产生了智慧的光明 它不是消极的 无浊说的好 无我性乃是事实 到这边 点赞 你 总 你 我